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 你要去明堂大闹 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吗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 我也可以现在就该 来了 尊敬的许权女士 本人对于昨天未经深思熟虑 要造成的莽撞行为 在此对许权女士表示 诚挚的歉意 那个行为 与其他人任何因素都没有关系 完全是我本人缺乏安全感 自我怀疑所导致 虽然第三方的行为真的很过分 但是 但是我给许权女士 准备了一份最诚挚的礼物 要不要我的建议 请许女士务必收下我的诚意 打开看看 绝对是你没见过的 宋大律师 你是嫌我平时工作不够忙是吧 一大早你让我看 这么枯燥的发电话 你打开看看 绝对是你没背过的 这个呢 是我专门内许律师准备的 专属发电 只针对我一个人 许律师可以在上面写任何要求 我绝对执行 我看你这不是惊喜吧 创造发条的难度 要远远大于使用发条 有难度才有力度 如果你没有想好的话 我可以帮你先写 第一条呢 先想说一下我为你准备的 专属早餐符合作面 我以为你写的第一条会是 你要去明堂大闹 宣布我是你的女朋友吗 如果许律师这样想 我也可以现在就给你 一大嘴 说点正底事 停职的事情 你准备怎么处理 那我能怎么处理啊 师傅可能对我有点失望 不过也没事 我就当 百姓休假 我去跟李主任求求情吧 那可不行 你一去求情他们就让我回去 那我岂不是太 太没面子了 这样吧 我养你啊 我去跟李主任 喂 律师 早啊 早 我发现自从我进了明堂以来 你每年都是第一个到律所的 每天多工作四个小时 这每一年就多出来六十天呢 然后呢 提高工作效率啊 你想想看 两个月时间呢 可以比别人多解决多少问题 多处理多少案子 只要地球不毁灭啊 案子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 懂你 方当不计爱自由吗 白队师嫂 嫂 对了 萧何 我看那个发票还是不对啊 淼淼 萧律师今天有别的案子要处理 之后他发票的事情 就你来弄吧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